1851年,一位名叫卡尔·温德利西的德国内科医生收集了25000名病人的腋下体温数据,首次确定了人体正常体温为37摄氏度,这种说法一直延续至今。 但是近年来,许多科学家认为人类体温在不断下降,37摄氏度已经成为历史,但是体温下降并非好事。 人的正常体温为36摄氏度至37摄氏度,恒定的体温让人类能够在不同温度环境下生存,正常的体温意味着基础代谢率正常,血液中充满新鲜氧气和养分,能提升白细胞的功能,有助于抵抗病毒细菌的入侵,增强免疫力。 在正常体温范围内,体温每上升1摄氏度,免疫力提高5-6倍,而体温下降1摄氏度,基础代谢下降12%左右,免疫力会下降30%左右,造成血液循环不良,体温低于36摄氏度,身体会出现危险信号,哮喘,肺炎,风湿病等疾病,更容易找上门来。 中医认为,气血预热则行,预寒则宁,气血只有温暖畅通,人体才能平和健康。 关注体温变化,捍卫免疫力,是我们应对现代健康挑战的必修课题。